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新年一时,不但网友们在现实生活中换新衣服 就连明星工作室都开始了对于账号的重新装饰 王一博倒是没有工作室 但是他的宣传博却也是在春晚当天将自己的账号背景重新修饰了一下 不但换下了那张黑豹图,还改了账号背景 要知道,自从王一博参加街舞之后 有了黑豹这一形象后 王一博本人是直接将这个图画榨了七个平台 足以见他对黑豹的喜爱之情 而他的宣传博也是一直以来都用这个图片作为头像 风起洛阳,时期短暂地使用过百里红一的头像 在聚播完后,立刻改回了黑豹 而这次,宣传博却是将黑豹换成了Q版王一博头戴老虎帽 右手拿红包,左手怀抱着85号滑板的形象 后面的黑豹戴着老虎的爪子手套,一下子变得酷萌酷萌的 值得一提的是,宣传博的背景图换成了极为映衬过年气息的图片 虎年大吉,虎虎生风好似一对对联挂在背景页上 一向酷帅的黑豹身上不但拎着老虎灯笼 还斜跨着红虎包,过年的气息十足 我是豹子,不是猫这七个大字也是直接写在了摩托车的上面 可以想见王一博到底有多么在意自己豹子的身份了 其实,很多时候,粉丝都会对艺人进行动物诉 就像粉丝们一般都会亲切地称呼王一博为小猪 因为他实在是太可爱了,嘟嘟嘴的时候 脸上的奶镖就会出现,真的是白白净净 一摇嘎崩的脆的感觉 但是,自从街舞之后 王一博就在报诉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 不但到处说自己是黑豹,就连自己的宣传博的头像 背景都是他,试图洗脑粉丝,但是没有成功 正值新年之际,宣传博换掉了原本的头像和背景 换上了极具过年特色的图片,却依旧有黑豹的存在 看来王一博是极度想要留下黑豹的形象了 只不过,不知道王一博是不是弄错了 毕竟粉丝们可从来没有将猫猫这一形象安在他的身上了 反而是粉丝自称为猫头姐姐,寓意王一博的摩托姐姐 这我是豹子,不是猫 难道是他误会了,以为猫头是称呼的他 虽是如此,粉丝们依旧是含笑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 毕竟谁家的孩子谁来宠,更何况大过年的 孩子想要强调自己是豹子,谁又会去反驳他呢 王一博在所有人欢聚过新年的时候 依旧坚守在剧组,努力训练 唯长空之王的表演而努力着,即使是参加河南春晚 也是录播,即使是家乡的节目,却不能回家看看 少小离家,今年是他在过年期间离家最近的一次,却依旧不可得 已经是个小可怜了,一再强调自己是豹子 不是猫,粉丝们又怎么会不附和他呢 本来就是一只会张牙舞爪,但是可可爱爱的小豹子啊